農曆7月18日 慈芸市中原普渡法會 廣場前信徒若育不絕 拿著香供品前來普渡 他這邊 我們就不用準備什麼 他這邊就有東西了 我們就準備一些水果 還是餅乾過來拜拜就好了 然後現在就是都會集中 就好像我們里內也都會這樣集中 慈芸市長久以來 就是都這樣集中在一起 那附近的里民也是因為方便 因為信仰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不用每一戶自己準備 廣場上擺滿各種供品 慈芸市準備各式素食 許多信徒也自備水果餅乾 一起參加普渡 會準備農船 那個拜老大公的農船 還連飛營 還花拿 高類的連飛 要來祝福 叫老大公 今年代辦的占卜服務超過1800份 追成一座小山 信徒參加踴躍 榮麗的7月18日 也是我們慈芸市每年的大普渡的日期 每年我們固定都是在榮麗的7月18日 那我們今年有信眾來占卜的數量大概是1800個 每年都是很多信眾來參加 這樣我們可以看得到後面這些就是我們為信眾代購的 等拜完以後他們就會拿回家 慈芸市舉辦普渡法會 副市長邱佩玲在安樂區長簡易澤等人陪同下 先到大殿向佛祖參拜 祈求基隆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慈芸市都會辦很大的這樣的活動 非常的莊嚴 大家可以看到有道士團在上面 而且同時間民眾也準備了1780份的贊譜 讓大家可以拜祖先 拜好兄弟 拜老大公們 我覺得慎中追遠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透過一個宮廟來做 透過慈芸市百年老式來做 更是意義是不一樣的 很希望經過這樣的活動 讓基隆一切更平安 更順利 廣場前擠滿了普度的民眾 議長同志委 立委林佩祥分別前往參拜 還向信徒問好 虎度是我們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也是台灣基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 我想我們慈芸市香火鼎盛 從小到大 我們阿嬤都帶我們來這裡拜拜 所以利用普度的時候 我們也來祈求祈求平安 也向老大公祈求平安 那也謝謝我們李林保育主委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跟照顧 那也謝謝他對這個慈芸市的貢獻 中原普度 副會首長 立委 議員 和信徒們 前程祭祀 老大公 要發揚中原普度慈悲的精神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